這個旅程都去了差不多兩個月 是時候要回香港了 我們還沒回香港前 都留在洛杉磯四天 我們就選了這間Service Apartment 在鄭Downtown 選擇這間店的原因是 因為住了太久的酒店 想有一個家的感覺 想有一個廚房 有一個廳 我們住這間是一房單位 間隔分明 廚房的東西都齊了 樓下亦有間Chill Up市場 早上就可以煮個早餐 雖然是一房單位 但都700呎 所以有個Walking Closet 這裡的設施都齊齊 有個很漂亮的Gym 亦有一個很大的泳池 還有一個全大型的籃球場 來這裡射球都可以 講到籃球 來到洛杉磯 又怎可以不看籃球 我們就來到Staple Center 去看洛杉磯快艇 對Dallas Marfix 那一場是聖誕前的最後一場主場比賽 所以聖誕氣氛就出來了 一入場也送頂Clippers的聖誕帽 當然來到洛杉磯首選當然是看胡人 但我們去到那段時間 他們就出了去作客 所以沒辦法 唯有迫著看快艇 古語有迫著看洛杉磯快艇的女人 就娶得過了 事實證明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至於場球如何 Clippers有Tobias Harris 小牛就有今年上了新的新獸 Luka Doncic 這場球是快艇贏的 他也好 今年也有個playoff place 而且剛剛才確認 他真的退休了 多謝你Dirk Nowyski 你真是一個禮物 出去兜一下 我們就租了這架 租車公司就定它為luxury SUV 但我完全找不到任何luxury的東西 我們在Los Angeles只有四天 是絕對不夠玩的 塞車都塞了兩天 怎樣編排這個旅程給老婆呢 先做個懶人包 去Long Beach Airport 跟老婆坐一下直升機 在LLA的高空周圍兜 這間公司就叫做Anthelion 我們就參加了他們的Surf and Turf Tour 即是有陸地有海 歷時就45分鐘 坐直升機有個好處 就是可以拿到整個洛杉機的印象 因為洛杉機是很大的 而且它的景點就隔很遠 而且以交通來說 洛杉機都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厲害的 所以如果你是有時間限制 即是有時間限制的話 搭直升機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首先就出了海 它就來到這個Mannhattan Beach 這一幕低飛已經值回票價 這裏一直都要低飛 因為前面就是洛杉機機場 要避開飛機 這位現場坐在直升機看 真的很震撼 過了機場之後 我們就來到Fennis Beach 威尼斯海灘 一個很有名的海灘 之後就來到Santa Monica碼頭 進來城市的時候 我們就來到Westwood 比華里山 還有他們的天文台 如果大家有打過GTA的時候 都可能有緊張 然後再飛多一會 就回到市中心 這個就是Stable Center 就是剛才看球 之後就回到機場 來到Los Angeles 就非常適合玩的活動 因為你可以在短時間內 吸收所有東西 非常值回票價 這間公司叫Anthelion 在Long Beach Airport 團是Serve and Turf 海陸空團 第二天 都應了老婆要求 去華立片場 繞個圈 你可不可以幫我開著門 呢 我們就加入了一個旅行 大概兩個半小時 都很久 就是坐著車子 周圍繞 我們首先去了這個場景街 很多電視劇 都在裸景 除此之外 都有一些博物館 好像這個DC博物館 有Aquaman 和Justice League 那幾個人的衣服 但我們兩個都一般 在DC那些東西 所以馮小姐看了一會 就自己閃了去打機 之後我們就去了幾個片場參觀 這裡就有三十幾個片場 很多知名的talk show 都在這裡拍攝 例如Alan 和Conan O'Brien 還有這個廠 將歷來所有蝙蝠俠的車 和電單車都展示出來 我自己最期待就是看這個 這個真是我的成長回憶 很有趣的 給大家聽 Friends這個故事 是基於紐約的 但他們從來沒有去過紐約拍片 除了有幾幕之外 其餘的全部都在這個片場拍出來 團大致上就是這樣 不是很全面 足夠攝影響 但不要緊 走完這個旅程 都應該肚餓 我們就馬上去隔離 這間smoke house 很多大明星 製作者拍完電影都走來這裡吃 他們首選就是這個 芝士蒜蓉包 其他東西都很好吃 所以如果去開華立片場的話 順便鏟過來這裡吃個午餐 吃完午餐之後 就帶老婆去這個正宗遊客陷阱 都不是陷阱的 但是有很多遊客 都是一些路靜的東西 走一下Walk of Fame 去一下那個Chinese Theater 還有那個Dolby Theater 叫做大老婆來一來 這些地方去過一次都不會再回來 拍照太美一點嗎 叫我笑一下嗎 第二天 第二天我們就去了Grant Central Market 這個市場很早開 八點就開了 這個都是我姐姐提議的 她說來到洛杉磯 一定要吃這個XLUT 就是這個蛋包 死婆婆沒有介紹錯 除此之外 這個市場還有很多小店 很多東西吃的 還很國際化 像你說有墨西哥 薩爾亞多 如果你說亞洲菜 就有拉麵 中餐 韓國菜 價錢亦都非常相宜 所以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吃完午餐 我們就上山了 去了Griffith天文台 如果你喜歡的天文菜 這個天文台就免費入場 除了一個位置 你是要付錢看的 你可以花半個小時 九個小時在這裡看東西 不過我們這次來 就是為了看景 因為這裡可以看完整個洛杉磯 風景就很漂亮 不過洛杉磯都是雖無謀 我們就在附近的山路 逛逛逛逛逛逛 那時候還是聖誕前 所以天氣是非常舒服的 十幾二十度 下山之後 我們就來到這個 被譽為是 The Craziest Beach In The World 全世界最瘋狂的海灘 在Fanis Beach裡繞一圈 如果你不介意 有很多流浪漢 和整個街道都是草味 這個地方是挺漂亮的 如果大家有玩開GTA 都可能會做同一件事 就是去他們的露天群 打勾肌肉腦 現實生活 這群肌肉腦都很可憐 超級白隔眼 把手袋放進去 立即兩聲 就是這樣 去酒吧喝杯飲料 然後在沙灘走走 看看別人玩滑板 然後看導遊吃Fanis 吃到不能站住 是挺舒服的 這個地方 當你是一個做廣告藝術的老婆 的時候 就一定要去當地的藝民青區 跟全世界的藝術區一樣 這裏都有很多street art 有很多heap的咖啡店 還有很多潮牌 可以給老婆購買 這個區域姓在也有很多好吃的餐廳 好像這間熱狗店 這間店是早上11點開 直到凌晨1點 不過都盡早來, 因為中午過後就開始多人了 它有很多種肉腸你選擇 在櫃檯下單之後, 它就會送過來給你 這間店非常不錯, 而且它的薯條也很好吃 吃完之後, 記得去對面一間咖啡店叫The Pie Hole 吃完他們的Earl Grey Pie才走 好嗎? 這麼快, 我們就來到這個旅程的最後一天 今天, 我們就駕著車仔周圍繞 沿著這條Pacific Coast Highway 鏟上去馬里布那邊繞圈 馬里布出了名就是洛杉磯的豪宅區 很多有錢人, 明星都在這裡 他們剛剛上年11月經歷了一場山火 你現在可以看到, 直接燒到民居 之後, 我們就駕入一點 去到馬里布的一個洞洞位 叫做Point Dume 它今天的頭髮很可愛 這裡環境很漂亮 有一個很少人去的沙灘 看出去就是太平洋了 還有, 有條小徑是可以走上懸崖的 對面海就是東京 還有, 這裡就是Iron Man間屋的地址 當然這間屋就不是在這裡 它是CG Park上去的 我現在正在指這個山崖 其實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是Hidden Gem 沒什麼人知道 但又是很漂亮的一個地方 如果這女兒是未來過洛杉磯的話 可以做一件事 臨上機前, 調好時間 然後跟她去Santa Monica的碼頭遊樂場 跟她拍拖, 玩一下攤位遊戲 然後沿著碼頭督督的位置進發 到最後就是一個一望無際的大海 對著太平洋 這個也是被譽為全世界看一樂最美的一個位置 是不是很糟糕? 是的, 唔女兒是要想想辦法的 還有, 也想替這個旅程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讓大家有一個美好的回憶 至少要享受這一刻 然後回香港要面對卡數 多謝大家收看 也很感謝大家陪我看了這麼多集 這個旅程還未完 還有一條飛機片 那我們現在就先煮東西吃吧 今集就創一個加州三藩市的名菜 Chopino 大約在100年前 有些住在三藩市的意大利漁民 他們就會把那天賣剩的魚就夾在一起 然後就煮這個湯出來 時至今日 這道菜已經變成了三藩市最標準的菜式 我們一起看看怎麼煮 先預備好些材料 我們要兩粒蒜頭切碎 然後我們就要一個小的紅洋蔥 也是切碎它 這個是二至三人份量 我們喜歡辣的 所以就用三條辣椒 如果你不喜歡吃辣的 那就自行減一點 適量的番茄 也是切碎它 最後滲上去 羅勒葉 我們要四塊 這裡有些罐頭番茄 我們要一罐300克 倒入一個小盒子 然後我們就用手拿爛它 這樣就可以了 除了罐頭番茄之外 我們也要用一些鮮番茄 一個小番茄去核 然後切粒 好了, 到海鮮了 雜錦海鮮大匯 有龍蝦 有青口 有魚 有帶子 有蟹蟹 有帶子 有蟹蟹 很百搭的 你自己喜歡用什麼都可以 全部都清洗了 蟹都套了沙 蝦都挑了腸 準備好 讓我先拿走帶子和魚 因為處理方法會有點不同 可以開始煮了 中火燒熱鍋鍋 我們加些油 然後就可以加些洋蔥 蒜 和辣椒 炒三分鐘 讓洋蔥變軟 三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蕃茄倒進去 還有些鮮番茄 和四塊羅勒葉 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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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多一會 一分鐘 這就是什麼呢 就是蜆汁 一瓶240毫升 倒進去 我們還要少許水 大約100毫升 煮起之後 就可以蓋上蓋子 轉小火 等它煮20分鐘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預備其他食物了 大部分的海鮮都是用去煮的 但是魚和帶子 就用去煎 然後煎了 兩邊都加些鹽和黑胡椒粉 至於龍蝦怎麼做呢 我們就炒它 首先都是要加些鹽 上去龍蝦味道 有20克融了的牛油 就拌下去 再在上面灑點甜椒粉 我們就可以把龍蝦放進焗爐裡 我們炒它 大約四分鐘 倒些魚了 中大火燒的火鍋 加些油 油要很熱的 開始冒煙 放些魚下去的時候 就皮向下 先煎三分鐘 中間就用一隻羹 拌些油上去面 Base它 三分鐘之後 就可以把魚反轉 再煎多兩分鐘 這個是鱈魚來的 所以吃下去就很滑 我們要多加一顆牛油仔 用一隻羹 同樣地都是Base它 這兩條死仔 吃下去就又香又滑 好了 兩分鐘了 拌好前 我們就擠一些檸檬 或者青檸汁 把魚放進去 兩粒核來給我死開 就可以了 煎魚搞定了 就可以放在一邊 帶子也是一樣 中大火燒熱油 然後就可以放些帶子 這些就是細帶子 我們先煎兩分鐘 帶子的設計 不可以超過熟 不然就好像在吃外婆 還有要放些空間 不要黏著 兩分鐘之後 反轉它 再煎多一分鐘 又是多加一顆牛油仔 再Base它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大致上完成了 我們先看看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其餘的海鮮 一拼都放進去 開中火 慢慢煮熟 那些海鮮 要一段時間 幾分鐘 不太快 你必須等待 其實青口是一個很好的提示 它們一開口 就代表吃得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分裝 好 差不多完成了 我們就要把其餘的海鮮 還有其餘的海鮮 放進去 做得很漂亮 再在上高 灑上一些番茄碎 這樣就可以了 一個Chopino 異色番茄海鮮湯 就大功告成了 竹鳥夜 配一塊麵包 一塊多士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